投资不迷路 老板帮你顾 大家好 我是雷老板 天天操练起来 同学 今天是9月9号 到了明天9月10号 每个月的10号之前要干嘛呢 上市贵公司全部的营收要公告起来 这是全台股才会有的特别福利 但是今天早上好像是一个奇迹式的 开盘跟收盘 我怎么说 上个礼拜我大概记得吗 夜盘大跌六七百点 结果今天早上大家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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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早上我只有跟大家发口讯说 我可能盘中会有一些动作 但我早上低盘我是没有动作的 为什么 因为现在呢 在极度量缩的状况下 其实价格会有一点失真 所以今天一个重点 不管涨或跌 就是要等有量 量是多少 等一下节目内容会跟大家来讲 LINE AT先扫起来 同学你如果是心追踪我的 对我的讲股有兴趣的 我讲的比较是基本面 技术面 筹码面 我是不会任何鄙视任何一个门派的 那如果对我讲的东西内容有兴趣 麻烦教我LINE AT好不好 那等一下呢 我就会跟大家讲 不管涨或跌 到底要有多少的量 雷老板觉得才够 好不好 我们记一下广告 马上回来 OK我们是中部唯一的一家投雇哦 那有开门的 所以呢现在诈骗越来越可怕了哦 还会跑来我公司外面来取景哦 那我们常常都说台中有时候诈骗集团稍微多了一点 好可能也有诈骗集团在看雷老板的影片 但是看没关系 还是希望你有学到东西好不好 那说不定你有一天看着看着你就觉得做股票就好了 不一定要做诈骗 好那我们这边呢我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诈骗最近真的很多 他们会把我的门口啊拍下来之后呢 然后会披上他们自己的图 然后都有很漂亮的小编会跟你聊天 很抱歉雷老板目前的小编群里面大部分都是男生哦 都很抱歉我没有徒利于自己 那也没有什么年轻的小妹妹 对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在这个诈骗给骗了 因为开始很多人打电话来问了 我们很多会员都有关心啊雷老板啊最近是不是 外面啊有什么新的啊网页什么的 我说那个都没有那个都是诈骗 你就是认证你有任何问题就是打这个电话 我只要扫这个lite就好了 那他们现在很多lite群里面还会真的能跟你回答哦 哎会有我的标的哦 那大家请小心一点好不好 我还是希望啊有一天我可以在这里讲到 讲到说诈骗集团变成来做股票 那这样子造成一个双赢的局面 好另外呢雷老板要恭喜一件事情就是呢 呃大家这个新闻看一下就好 我们就一起参与这个快乐 我之前都一直有赞助海山桌球专业队嘛对不对 那这次奥运帕运的那个涨期观也是我们也长期以来有 赞助的学校 那这次拿了银牌呢给大家做点功课哦 拿银牌的是谁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哪一个是海山高中的 所以呢有赚到钱回馈一些社会我觉得也是不错的 那希望我可以长期的可以资助越来越多的学校 那这是我公司要经营起来我才有办法啦 所以也很感谢我会员的支持 那最近很多会员都打电话来给了老板哦 那很感谢你们七八九月这些月份都还愿意支持我 所以呢我私下也跟你们的互动有比较多 尤其是在这种大盘不好的时候 我就是很在意一个相挺啊 你们挺我我挺你你挺我 我最喜欢这种革命的情感 所以我很感谢各位那个 不是观众朋友哦是各位学员 对我上个礼拜四礼拜五都聊了好几通电话 那你们的问题我也看到了 所以呢我的小编呢只要看到呢 在Youtube呢有人说他是什么什么的会员 那我就会特别把他的问题再往前调 为什么还是一样那句话 意气相挺 这个盘如果连意气都没有了 我还不知道剩什么 所以呢最近我的小编我的业务 还有我都会关心一下我的会员们 那如果他们有什么问题 我能帮忙的我都会尽量帮忙哦 所以我接到我的电话 或者我公司的电话的人不要吓到 可是我想装神秘都没有用 所以呢朋友们只要装听到我的电话 都知道我不是大骗 哎雷老板哦就直接被刺破了 这也没有办法好吧就只能这样的 想要搞一下神秘都不行 好首先是第一个会员问我的问题哦 那在回答问题之前 我先跟大家讲直接讲结论 因为今天录影的时间可能有限 我认为盘要有4000亿 不管下沙可能3500亿到4000就够了 就会杀出支来了 那如果4000亿是上工的话 就是有一些人卖又有人反手把他接起来 如果有4000亿的量 然后那一天收盘的时候外资是买超的 今天外资还是卖500亿哦 那天收盘的时候外资是买超的 而且空单回到2万口附近 然后成交量有4000亿以上 我觉得这时候短线指纹就差不多了 这是我第一个看法 在这个之前很多同学最近来留言都直接问我 哪一档股票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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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你第一个问题要先问自己 大盘怎么了 好不好 我们做股票不要只有锁在自己的股票里面 你在问我哪一档股票怎么的时候 其他档股票是全部都涨到涨半天了 所以这档股票特别有问题吗 我在东森财经台的时候也讲很多PCB的股票 都跌到10倍到13倍本益比了 那你觉得是10倍到13倍本益比有问题 还是大盘有问题 才会让他们跌到10倍到13倍 对 这一段话讲得非常快 所以你可以放慢0.75倍来听 因为我非常的激动 我一直希望说带大家打快视野 而不再是局限于一支股票 跌2000点的时候 跌1000点的时候 你来问我当档股票怎么的时候 就代表你没有全面的放宽心 还是说你真的认为说 就因为跌2000点了 它的基本面出案出了什么事情 因为比如说 那个随便一档台积电跌2000点了 所以台积电的2奈米制成做不出来 因为跌2000点的关系 台积电的2奈米制成做不出来 因为它股价跌了 所以2奈米制成做不出来 平常的状况下是有可能是先进制成的良率不好 造成股价跌嘛 那今天因为是恐慌沙盘 大盘跌1000点 跌500点都好 跌2000点都好 这是因为恐慌性沙盘之下 带动股价下跌 让你心理 你的生理影响到你的心理了嘛 对不对 你会觉得说 事情外面跌了这么多 我体感下降了 所以股票的基本面便不好 很抱歉没有 很抱歉没有 营收开出来都不错 光看每个月开出来的营收 可能都不错 所以台耀 台耀理论上平常开这个营收 都应该继续涨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人家老板只敢做区间 因为我要跟你讲的 都不是基本面的问题 是现在谁要来买 大家都在担心六天后的FOMC会议 大家都在担心 降息会不会降得超乎预期 会不会一下子掉下来了 但是同学 这里我们就是清仓操作好不好 那有同学问人家老板说 他蛮认同我最近的 他知道上个礼拜的时候 就已经降掉很多跟 AI有相关的电子了 甚至我们手上来讲 有美债 很部分是传产的 我不能说这里一定要涨 但是我只能说 希望相对抗跌一些些 好不好 那到时候等到盘行起坏的时候 我们手上有资金 我们再来做换股 换股不一定是说 我换了马上要涨 还是说我都不换 就叫没有动作 而是说 这个时候我要逼大家 有一些资金在股市里面 到时候我要叫你们 采取换动作的时候 因为你有资金放在里面了 你投入感情了 你才会愿意听雷老板的话 来换股 那我相信七八九月 来跟雷老板的会员 他都知道我有这个习惯性的动作 所以我们先习惯对方会怎么操作 你认同我的投资逻辑 你想要学习 学习 学习这个投资逻辑再来 好不好 你如果只是说 我买了每天就要赚 每天就要赚 那个我早就跟你说过 当初在你入会的时候 就跟你讲过 我们不是这一种 请的投顾 好不好 好 那接下来第一个会员 他问我一个问题 我们今天还是来回答 大家的问题 他说刘德英最近讲话了 那等一下会看到刘德英 我会看到刘德华 都不错 所以以后我的儿子要叫 哎不行我姓王 好 那个 他里面 他就刘德英的谈话重点出来了 但他有没有讲到一个 就是冷却是重要的环节 同学今天的散热 喷爆了 高力涨停 起哄6%多 所以今天的散热都还不错 所以会不会是因为这句话 有可能因为 这些来等一下问这些 问点同学 他们就明显就是 零老板场景的会员跟受众 他看到关键台积电 冷出来讲话 因为在我的新书里面 我也在强调台积电 常常就是指引明灯的 那个鬼吹灯的同学 等一下会回答你那一题好不好 我们先来讲台积电的明灯 好不好 明天的明 这次不是明界的明 好不好 明天的明 为什么说他 常常指明灯 因为他掌握全世界最先进 最高阶制程 最毛利率最高的产品 的金元代工嘛 所以呢 他说什么好 通常就是那个产业会好 他说什么缺 就是那个产业会缺 好不好 不一定只有那个男人 还有那个积电 OK 好台积电呢 我们接下来看 他这里有讲到冷却是重要的环节 那他还讲资料库是大家掉下来的礼物 好 有人开始说 像伟创广达这种资料库代工的 可能毛利率会下降 那我们就要去找资料库这个行业里面 毛利率尽量不会下降 甚至还有可能上升的行业啊 所以第一个你要这样子找 第二个你要去找 他都跟你讲散热有搞头了 为什么 因为散热就是热的这个问题 牵扯到物理又牵扯到化学 就像电这个问题一样 电池一直以来也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所以只要牵扯到电 牵扯到热 就会非常的短时间难以改善 所以他们的毛利率通常都不会太低 OK 好 所以呢 散热是不是跌到一个低基起 要开始回来看了 但是尽量回到我的大原则之下 有4000亿的攻击量 那是最漂亮的 我可以跟你保证 就算现在台股在涨回到之前的21000多点 前面那个平台 台股台股不是跌了1000多点下来吗 在涨回到之前那个平台 很多股票还是相对便宜 现在是信心层面的问题而已 你去看2022年的现在 你去看2023年的现在 都是一样是信心的问题 那时候的人都是万念俱灰 我只能每一天帮助大家来打气 这个礼拜六日我依旧在 有一些粉丝会追我的IG我知道 那你们喜欢做我的IG就要接受我的生活形态 因为我早期就是一直在咖啡厅里面办公 我是这样子创业起家 因为我一开始创业的时候 我连一间办公室都没有 我那时候就是2020年 我在中国新多把那个工作辞掉之后 我就是在咖啡厅办公 所以我很享受换咖啡厅办公的感觉 那那一杯咖啡可以让我在那里做一天 那是我当时最便宜的办公室好不好 我现在就跟大家讲 这是我的过去 所以我在咖啡厅经历过很多 我考分析师 我设立第一间公司的地址 我设立第一间公司的资本盒 我在咖啡厅面试我的第一批员工 在咖啡厅 认识我太太 对不对 谈恋爱 对那时候她就很辛苦要陪着我 所以我们现在就很怀念那段时光 很多时候我们都说时间最贵 时间会一直走 所以我们会错过时间 因为时间就是一直走 那你只有去回味那些咖啡厅的时候 才会把当下的记忆给留下来 就跟照片一样 你看照片还是老板喜欢手表 我就真的很喜欢手表 所以呢 不知道从我 以前出车会买第一只手表 那时候五六千块一只吧 我还一直等折扣码 等十二月的折扣季 等了很开心 买了第一只手表 有空Podcast跟大家聊一下 那那天我的立委助理跟我讲 我的Podcast好像讲得还不错 有时候都有机会进前十名 投资圈的前十名 那我是蛮开心的 谢谢大家听我的Podcast 好 所以我会在咖啡厅里面做很多事情 那这个礼拜 我依旧是在咖啡厅里面跟我的顾问 我北上一早八点多 先吃早餐 跟他们在咖啡厅一直聊 一路聊到十二点 包括你们认识的Elvis 包括你们认识的一些顾问 好 那我也在咖啡厅改书 我也在咖啡厅研究说 最近还有什么股票可以买 那我有看到一些不错的 其中一档跟Switch有相关 因为明年Switch可能真的会推出新机 我在这里先卖个观子 所以我身为一个重度Switch的爱好者 假设Switch真的明年推出了 我打电动也要给他赚回来 买他股票赚回来就对 那我就会发现 明年如果魔物猎人 跟Switch这个一个游戏一个主机一起推出 史上最大Switch换机草 这个股票你不看吗 我是认了啦 好 所以我在咖啡厅里面我会做很多事情 但是呢 最重要的是一件事情 既然在咖啡厅里面都那么多公式 要离开之前 要对这咖啡厅里面有一个记忆 但这个记忆你只有拍这个景 我会记不起来什么东西 你老板在某一些事情上面 记忆就跟雨一样 对 所以我站在前面我拍出我的帅照 我那么喜欢研究穿搭 那这就是我的生活形态 所以如果你追我的IG 我的IG平常是封锁的 所以你要特别来家 我才会看一下 看起来有点正常的人 我才会让他参加 如果你都没有发文 然后那个追踪跟不追踪的很悬殊 那我就会比较担心一点 好 那这个礼拜 我也有看到这个谈话的重点 那这是9月4号的时候给的 没有错 我觉得散热 雷老板其实一直有看散热 可是这次我在看之后 散热还是继续跌 没关系 跌就会跌出他的价值 好不好 那他自己还讲 刘德英述起大拇指 喊话不用担心 好 那就不担心 同学 简单来讲 这礼拜我跟我的姑母们在聊 台积电短底会到哪 我不要下太大的定论 但是台积电长期来会不会成长 会因为英特尔退出的这个市场 他的一个很大的竞争对手 英特尔退出的金元代工这个市场 那台积电未来高阶制成 所以我在 啊 嗯 Podcast还是东森那边聊到 我说台积电未来可能 他最大客户不一定是苹果了 有可能是回答 有可能是AI相关的 假设接下来AI很重要的话 所以他认为台积电 人家问他能不能买 他说不用担心 好谢谢你给的定型碗 第二个是今天来 昨天机昨天刘德华因为不小心 不经意在社群星机上面有曝光嘛 然后主要是预约的行动 预约竟然破200万只耶 啊这个就 是不是真的200万只 你价格都还没出来就200万只了 反正 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这预约是不是真的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统计的 好 这个新闻讲是你相信的 那我跟你讲 你又慢了一步怎么办 那如果Apple要推出华为跟赵立已经 华为跟赵立还有富士达已经签牌他条款了 所以Apple只剩新日新的轴承可以选的 所以我还是那句老话 这个看新闻 一样要有个想法放在心中 除非哪一天赵立跟富士达说可以出给新日 出给Apple 不然Apple他以后就只会跟新日新合作 所以下一波只要Apple任何折叠机的新闻出来 新日新就突然间可能会像今天一样 像今天富士达一样就突然间冒出一根大涨了 OK好 那这个东西我很想要他可以成功 华为的折叠机可以成功 那就代表未来Apple折叠机会买 华为的AI可以成功 就代表Apple外来的AI会有人买单 所以现在的手机市场 不会说希望哪一个品牌特别差 希望大家都想换手机 这才是重要的 OK好 以上两则新闻为大家来解释一下 所以新日新长期依旧是看好 但你要问我短期我不敢跟你保证 为什么 因为短期来讲 他就是不可能在短短的半年内就做出Apple的轴程 他只会有消息出来 但是他不会说半年后Apple就发行所有折叠机或明年 目前看起来希望非常渺茫 那刘德英这一句话没有错 他点出了很多的明灯 重点半导体太空绿能 绿能我们要看我们一直都有啊 车用电动车的我们最近也有啊 资料库的未来只要生计那个电子要回来都有嘛 啊他讲生计 博士不知道要讲生计干嘛啦 好 对啊 因持续发展不可不断的创新 这个也是就不用看了 OK 所以他台积电的重点还是AI啦 对 那只要AI我们就是要往高毛利率的产品去找 好 接下来人问我说 我看一下啊 雷老板你好 就刚刚他的问题嘛 他跟我已经一路相伴了 很感谢我的团队跟他一路相伴了 请教李老板对刘德英前几天就我刚刚讲的 所以有没有什么可以注意的 好 那刘德英提起了 三日提起 台湾经济发展 靠太空绿能资料库 绿能这个是每一个公司都会给你讲的 所以绿电你真的不用太担心啦 现在绿电绝对不是基本面的问题 再新的一季财报出来 我可以保证合约负债依旧在高档好不好 那你看好太空的话 刚好我最近可能我的日报会写一篇 有关于航太类股的啦 对 那生计这个我就比较不琢磨 那资料库这个我们是一直有在看 他说尤其资料库产业是天上掉下来的好礼物 同学你想一个问题嘛 你说做绿电台积电能做吗 不能做吗 你说做生计台积电能做吗 不能做吗 所以他只剩下资料库跟太空嘛 太空的量又很少 所以太空主要都是在一些关键的领主界上面 所以太空跟台积电关系也少嘛 所以他剩下来的礼物不就是AI这个礼物了嘛 所以你讲了一大堆真的跟他有关的 那还是AI资料库嘛 他不靠AI资料库成长 未来要靠什么成长 所以这也是一个太大的问题了 好不好 如果你要有分析的话 那如果你真的要看AI 有没有过分超跌的 6669的围影嘛 可是他的股价可能不是一般的会员可以接受的 对 因为6669跌很多欸 等我一下啊 6669 对 已经跌到1715块了 好 只要投信农资外资开始会转买超 有没有开始会转买超 投信还在卖 但是外资开始转买超 第一档有点彻底测不下去了 这种股票这个族群 你就可以开始看了 他会跟谁有关系 他会跟伟创广达光宝科这些啊 都有一些关系 伺服器的电源 伺服器的组装 伺服器的桶装 这些都有一些关系 但是呢 整个组装来讲 尾影又比较垂一点 可是就有人会说 伺服器的代工 是不是 组装这些毛利率越来越差 那我们就看下去了 对 但是散热他也指了一条明灯给你嘛 散热看了就是那几家嘛 3017现在是最多人说 如果散热还是要用气冷 那就3017嘛 对不对 接下来就高力嘛 易冷高力嘛 还有谁 还有双红嘛 就这几家而已 励志永远都是排在比较后面的 OK 好 大家好 我是豪金昌的会员 好 不好意思 我再插一下 我觉得有一些还可以看 比如说到时候AI算力很缺 像3312红一股 这种的你也可以看 还是说像中登的 为什么我最近开始回来看工业电脑 因为工业电脑的BB Ratio 它这个工业电脑的一个特别的指数 它最近又开始回稳了 然后我看到很多工业电脑的订单又开始起来 那大家不要忘了 AI最重要的 如果在人类一般生活3C上面是手机嘛 AI手机 可是在工厂在企业呢 是自动化工厂 自动化工厂 大家还记得最近新闻有一个 让一只机器人工作 第一只阵亡的机器人嘛 24小时撑不下去了 所以接下来在工厂端 我觉得工业电脑的再升级 也是AI很重要的 AI不可能 只有你的手机AI好 到时候你要去控制你整个工厂 还是你的电脑变AI的 结果你的工厂都不是嘛 所以未来工业电脑这一块 我觉得值得大家去琢磨一下 容许我卖个关子 好雷老板好 我是豪金昌会员 请问8039的彩虹 前两天的成交量算是鬼吹灯吗 真的我在看短片哦 然后在高点73块出现更大量 想知道雷老板会怎么看 越接近60块是否越安全 自己都把答案给讲完了 你还有我说什么呢 好同学 唯一你要说它不算鬼吹灯的原因是 因为它是高档整理 它并不是像去年一样 很多股票大跌下来一多之后 才打L型整理 它是上涨上来之后 在上面一个高峰 又下来一点点又上去 这一个 你要记得鬼吹灯 要从高点看下来 是东南方开始点出那一根 所以你这个比较符合一刀流 鬼吹灯跟一刀流比起来 鬼吹灯又相对严苛一点 一刀流就是经过股票 不管在任何时期 不管是在高档时期 还是以前那种跌一波下来 在低档时期的整理 假设今天大盘最高点在这里 然后它这样一路跌下来 然后在下面整理很久 点起来 那点成这样 那就叫做鬼吹灯 高档出量 但这里算是呢 因为它有基本面台湧有EPS 所以呢 它在这里高档整理完 随着大盘回档站回来之后 投讯回来买钞 投讯可能看中它的EPS啦 想说跌也是要买这种比较稳的 融资有回来卖 外资还好 买买买卖 但是呢 这两根 就是在这一波被洗光之后 以这一根为主 越靠近这一根 你就越可以买 好不好 你说60块拉过来 差不多 因为它的均价也差不多在这里 季线又在这个地方 55到60的地方 所以你自己把答案讲完了 同学想要看看什么答案 去YT看看留言 顺便自己留言 好不好 感恩 猴鸟都南飞 秋天到了 没有根源 哪有收获 雷版赞 谢谢 好今天内容好多心灵机一摊小场我更有信心了 他要有帮他看4958 好 Apple概念股 好提醒大家一下 Apple明天有星期一发表大会 所以Apple如果星期一发表大会 最重要是大力光 可惜大力光 这一次的营收开出来 跟上一次有一次那个什么大会 对 开开大会之后 大力光的隔天表现都有点疲软 没有关系 那通常就是太多了 我先看了一下大力光 通常就是太多人先进去压宝 知道大力光的营收会好 结果一开出来就开始卖了 好不好 跟随大盘 但我跟你讲 大力光这个股票 我觉得今年再底 也不会跌到哪里去 因为整个苹果没有那么差 如果明天的苹果不要讲太差 其实 你看最近有一些股票 它也很难自己再去破底的原因 是因为 就便宜在那边了嘛 要卖的上一波也卖完了 同学 你还记得吗 这一次的大跌一千点那一天 很多人散户 把这一波反弹买的又卖光了 很多融资散户在 上一次八月初跌两千点的时候被断头 那没有被断头了 也卖了很多股票 所以再回来买 他们不会用融资买 他们只会用现股买 现股买了 买了晃了一个多月 突然间又杀下一次 就又把现股卖掉了 而且这次因为被上次吓到了 上次一千点跌完还要两千点 所以不如我自己砍一砍 所以导致你看今天 大家在觉得说 礼拜晚上夜盘沙盘那么重 为什么今天早上跌六百点 最后只有跌两百点 那就是因为 短时间找不到卖压 但你说会不会再下去 还是有可能变恍跌 它不一定要几跌 所以我觉得短线在这里 打脚 如果打成功了 这里震荡了一两个礼拜上来了 持续开始进入九月底十月 我觉得机会开始跟去年一样 甚至有一些股票在这段过程 已经会开始冒出头来了 好4958我觉得也是同理 只要Apple明天开得还不错 我觉得接下来忘记 但是你要小心 4958它每一年的营收 大概最高峰就是十一月的营收 十一月过后的4958 通常的利多消息会减少 所以每一年做它股价 最容易做的时候 是在第三季的时候 好给大家参考一下 好再来看一下3693的银帮 好银帮这个过去都是好公司了 对不对 EPS相对稳定 所以它每一次的大跌 都没有办法跌得非常多 你看台股跌成这样 你说要跌很多吗 20几%算还好 好上半年12.53 下半年更好 全年应该可以30 应当接大半 应令传闻接到大单 银帮如果要接大单没有问题 它在连接器这块非常的OK 连接线 好本益笔13 对 第一本益笔可以 可以如果行警回来 我觉得它的本益笔可以往15倍到16倍来靠近 给这位同学一个答案 好你看来了 大家都是问个股 都不先把大盘看在哪里 老板 请问中心电发生什么事的 竟然跑到160块上下来 我要先问大家一些事情 如果你要问这个问题 先问自己 老板 请问这一些股票发生什么事的 怎么都回到前波低点了 老板请问大力光发生什么事的 怎么又回到前波低点了 老板请问鸿海发生什么事的 请问又回 怎么又回到前波低点了 老板请问华晨发生什么事的 怎么又回到前波低点了 我任何一个产业都可以找到一个这个故事 再复制这个问题再问一次 所以同学 你有没有先知道 到底是大盘发生什么事的 导致个股大家就算有低本一笔 他也不敢买 还是这一档股票发生什么事的 导致大盘跌了1000点 先想好这个问题 我想是前者吧 不是后者吧 不是因为中心电今天发生什么事 大盘才跌1000点吧 而是因为大盘跌了1000点 中跌回到前低附近 大中心电才又股价回到前低附近吧 把这个问题想清楚好 你就知道是中心电到底基本面对没有问题 还是是大盘的恐慌情绪没有问题 先把恐慌跟基本面 技术面筹码面这几个东西都先分好 以后我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好不好 你就开始成长了 举个例子 中心电营收开出来有问题吗 不是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问我什么这 妥妥的啊 累计年增率还比上个月高啊 月增率5.29 年增率18.69 啊你要问他怎么了 就是先问他公司有没有出问题吗 营收开给你看啊 营收没有出问题啊 所以有问题的是人心啊 对那有问题的人心的 有人心股票问题的只有中心电一档吗 不只啊 所以同学看破事情的本质 OK你已经学会成长 8070 8070 常华科 好8070常华科 有COAS最近就是设备股的COAS题材最猛嘛 因为台积电上一次指引你的名灯 就是COAS设备题材嘛 那请问怎么看 会跟其他COAS飙上去吗 好同学这种股票你现在要买 好月线等他收上来 接近55块到57.5块的附近买 投信的买超不能消失 很明显投信的买盘正在支撑着他 可是大户的持股下降以后又开始回来 所以呢大户也开始买进 所以这个股票在大盘这么弱之下 他相对强势 就是整个COAS的题材在支撑他 说一下可乘 这个没有用请问我就不想讲了 为什么我要说一下可乘 对不对 可乘我之前有会议问过 我会有回答 还有一个人 我说新贵很容易 这类型股票很容易跌烂 那好赚到爆炸 新贵超好玩 好赚到爆炸 那就是厉害啊 会做新贵的人 我就祝福他对不对 有没有影片可以上时间分段吗 如果有时间我尽量 负责人被抓想要进去空 通常如果负责人被抓当下确定他有输出 你进去空空的到会有漏的 请问新贵发怎么了 一样跟中心店一样 新贵发这个月的营收如果开出来没有问题 那就不是新贵发怎么了 而是这个大盘的人心怎么了 OK 好不好 好可乘就是一个 现金值利率应该会不错的股票啦 那他现金持有很高 所以很多人都在买他 可是你说短线他在机壳上 他有没有抢到什么AI的东西 我是觉得没有啦 对啊 那你要分析他未一阵子没看他了 所以主要是说 好吧我们就技术分析来分析 可是他其实唐琴应该稳在这里有一段时间的 我来看一下 这比较重要 因为头信都一直买他账上现金还不错 可以希望他配出来吧 我觉得如果大盘最近这样 那他好像蛮好 蛮容易看的 就是说 这波该卖的已经卖完了 未来只要能回到 你看现在 只要能回到月季线之间 假设你要真的要买保守 月季线之间好像230附近 是你一个可以介入的点 那你可能只需要守季线不要破就好 所以这个盈亏比我觉得算蛮好守的 假设你要做 假设他没有什么特别的题材的话 我记得他之前有一个新闻 看一下他营收好 营收至少希望这个累计年增率可以开始回来 那这个年增这里有开始回来一点 累计年增率已经 之前一度下降嘛 现在要回来一些 但是跟年初差不多 如果他这里可以开始翻证 我觉得股价就有机会涨更大一波 看一下他股 股力政策 你看他现金股力都发好发满 都四五趴 他账上现金很多 只是他一直在缺下一个突破点 看一下新订单有什么 我这样单纯帮你看 我觉得大户持股占比 跟那个投信连续买超 或许是撑住他的动能 那如果你真的想介入 我觉得月仙附近来切 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你不用守恒 你就守到这里就好了 但是可能基本面 你要自己看一下嘛 那过去殖利率都五趴嘛 如果你抓殖利率五趴 那你假设他今年配息跟过往差不多 那五趴大概股价可以到多少 你可以自己抓一下上下区间 好不好 好今天问题回来的差不多 那我主要觉得说 像银件这些 我们就这个月营收开出来看看 那八月银件不会太好的 部分营收有的 我觉得不会开太好的原因是 因为八月就是传统的民俗月 会交屋的人比较少一点 但是从上一次八月的 一些建案的预售物来看 八月的买器是淡季不淡 那就不知道交屋是怎么样了 我们就可以到时候来看一下 那银件他是一个 比较波段布局的题材啦 他比较不是一个你天天短萃的题材 所以大家就跟我一起拭目以待一下 好 那还是提醒大家今天外资的 一样卖超五百亿喔 所以还是要小心一点 那这里我帮大家整理一下 最后你可以定格一下好不好 这一边就边定格边听我讲解语了喔 好不好 九月九号九月十号到十三号这些 刚刚有人问台虹喔 台虹解禁喔 这个红翼股法座我刚刚有提到 他是算力的AI算力的 就不一定大家都买得起AI的产品嘛 那有时候需要AI的功能的时候 去跟他租算力 好 明天礼拜二 苹果华为新品喔 台积电营收公告喔 金元的法说 好帮大家整理出来了 这个是东森帮他整理的 我顺便拿过来借花现幅一下而已 好 那还有一些有人问我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我留到明天再来讲好了 因为今天时间的差不多了 所以最后还是要讲那句最讨厌的话 我知道你还想听 但时间最贵 所以呢 同学记得留言按赞分享喔 开启小铃铛 甚至呢把最重要的问题都留在最下面 明天我有机会再来好好帮你解答 好不好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